妳有被人家直接當面稱呼過 說妳是狐狸精嗎 其實身邊的朋友都覺得 我應該是那種 看起來像惡奶型的 像有時候我就去超市買東西 那我以為我朋友要稱讚我說 妳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美麗的人 但他就說 妳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對 妳是有情婦的氣質啊 可是我並不想當情婦 我討厭小三 可是如果比如說 那個男生已經有女朋友了 他又對妳示好 妳可以狠狠的說請妳不要這樣嗎 可以 可是有人為妳就是 明明有正公女友 他就為妳拿行李這些事情 是不是 但是我有一次跟我的一群朋友 大家一起去旅行 然後結果我們就去寫拼嘛 然後其中有一對是情侶 然後我們就跟那個女... 情侶裡面的那個女生 一起出去玩 然後買東西 那我們買完之後 那男生在飯店等我們 然後就他竟然一個箭步跑上來 是幫我提東西 趙哥 這樣不行啦 男生如果有女朋友了 不應該幫別的女生領東西 不可以 照理來講這是很大的忌諱 可是他會讓對方 幫他做這件事情 你可見就是知道說 他有多大的魅力吸引對方 所以你覺得男生 自己克制不住就... 會啦 我想 這個倒水邊的肉 真的倒水邊的嗎 你倒水邊的嗎 你倒水邊的嗎 你倒水不住 趙哥 今天你好像沒有介紹一下 我來幹嘛的咧 對 你來幹嘛的 不是 我是不是來鑑定 他們是不是小三 還是什麼鬼的啊 什麼鬼的啊 什麼鬼的啊 幹嘛 你要追蹤我一下 可是為什麼 來我們節目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啊 待了一整集啊 我們就是多增加一點 你跟小S見面的機會而已 謝謝... 我以為我跟漢典一樣 你是零頭姐 你不是零蛋 嚇死人了 差不多快變零頭姐了 趙兄 你有什麼資格 建定他們像不像小三 因為你連正攻都沒有啊 算清楚 不是... 我就是被很多這樣的小三臉騙過 所以才一直沒有正攻 你有愛過小三 沒有人喜歡當小三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們的時候 就認為他們很好把 對 結果去把之後就踢到鐵板 結果 對啊 我是小三 而且你知道他雖然 他真的手段很高招耶 怎麼了 因為我生日不是6月14號嗎 對 他在我生日還沒有到達那一天 前幾天來錄我們節目 然後錄完之後他就到化妝間 就送了我一瓶那個耶 非常高級的香檳 我去年也有送妳東西啊 所以他是我 我去年也是第一個送妳的 妳自己講的 去年送妳香水 所以請問身為已婚婦女的 我到底要如何處置這樣的情況 這個就是妳應該做這一排 妳也是屬於 我不是狐狸精 對 因為妳是在瞎勾引人啊 我沒事勾引他幹嘛啊 他就不只拍一個啊 不是 你粉絲那麼多 我就是你粉絲其中之一 有什麼不好 有什麼不對 因為當粉絲就好啦 畫著粉絲的心情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 相對你也不能傷害粉絲 因為我們會很容易受傷 如果粉絲... 如果粉絲在你偶像生日送了一瓶酒 偶像起碼會抱他一下耶 對 我不用這樣 好 其實不用 我跟你講... 其實看他開心的那個微笑 那一剎那就夠了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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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絲不都是這樣嗎 是 我自己也有粉絲啊 我粉絲幫我... 買我的唱片買我的書 說實在 他們要的不是什麼 可能就是一個回眸的微笑 或是一個簽名 粉絲要你回眸一下 對 謝謝... 你這樣也就罷了 趙哥回眸笑到底長怎麼樣 我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你說這邊的六個女生當中 沒有什麼是典型的 叫做狐狸精的臉的 這還真沒有 可是你們六位哪些人 曾經被人家當面指責過說 妳就是要勾引我男友 背後有唠叨 說妳故意在那邊放店 然後要把他男友搶走嗎 對 我也不是故意的啊 那你知道以前我們拍戲啊 都會男朋友啊什麼的 都會來探班嘛 就會帶一些東西來給大家吃啊 對 那我就有一位女同事的 她男朋友 也就準備好的東西 然後也常常在探班 可是你知道 探班最方便就是披薩啦 炸雞啊什麼大家吃嘛 他都會特別準備另外一個 我喜歡的食物 專程去買一個 別人的男朋友為你專程準備食物 對 每次她來都會尊成我的食物 跟人家不一樣 她也沒有吃披薩跟炸雞 然後妳那邊吃 什麼燕窩粥這種東西嗎 可是因為她的女朋友 並沒有不外吃披薩 可是看起來就很可憐啊 她拿一個披薩 然後她在那邊吃 就是我吃的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就引起就很大的誤會 那妳應該推辭對不對 我當時沒想那麼多耶 對啊 我就想 謝謝 好貼心喔這樣 然後我就吃了 然後就這樣幾次之後就... 她們就翻臉了 她要不是前輩其實也應該... 對 我應該... 我很想罵她 那有很多種 有 我一直在想慢慢做 所以我就覺得 她嘴巴先嘟才講話 我覺得 妳都看到妳 我講前輩 是前輩要忍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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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Oh yeah 很有歷練喔 是 可是我的意思說 當時難道不應該推辭說 給妳女朋友吃就好了 我不餓這一類的 她的好意 我就想說這好貼心喔 她還記得我喜歡吃什麼 是 對啊 天跳過 我會太常惡火大 不要這樣啊 而且真的不是貴的 好 好 好 遺憾妳有被講過嗎 說妳強加男友 有 就我以前在學開車的時候 然後我就找一個男生朋友來教我 就是路上的駕駛 結果之後 就是教一教之後 我駕照考過了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炫耀 然後他多會修一些家電 然後剛剛我家冷氣壞掉了 然後我就找他來我家裡修冷氣 可是其實我媽在啦 但是他可能以為我... 自己一個人 對 然後結果他事後就去 跟他朋友講說什麼 我還自己約他來我家裡什麼的 然後 他可能以為我是故意的 結果後來他女朋友就打給我說 怎麼...就是這麼... 就是... 是這男生自己大嘴巴去炫耀的 對 就說我找他來修冷氣 但是是他自己說 他很會修理這些電器用品 可是他說他很會修 妳也犯不著請他來修啊 因為我那時候 冷氣剛好壞掉 而且他來修的時候 妳也犯不著要穿薄紗 沒有 因為那個... 那時候問了什麼水電工 他說什麼換壓縮機 要什麼一萬多塊 我想說好貴喔 然後如果他真的會的話 那還真的省了一筆 後來我就真的 就是誠心的道歉還寫信啊 一直送禮物 請他們大家吃飯什麼 所以他女朋友就相信 其實我完全不是... 所以妳只是被指責 他沒有動手對不對 沒有 妳們當中有一位 曾經被人家推一下說 妳幹嘛勾引我男朋友的是誰 是妳啊 對 而且是我很好的朋友 到有一次我們反而想說 給他一個驚喜 反正我們就又在西門町那邊 附近要唱歌 那他可能就... 他也提早到那邊可能逛街 可是我跟那男生 然後我們要去那個錢櫃裡面 就是要幫他們就是 準備一些東西 結果好巧不巧就遇到 我們兩個... 我跟他男朋友有說有笑 他就說 你看你還說你跟他沒有什麼 然後就大庭廣眾之下 就是就有推我 然後也說 你是我好朋友 然後你怎麼可以做這種事情 我那麼相信你 他推你的 妳有立刻柔弱倒在地上嗎 我有被... 我有被推... 我有被推倒 然後結果他男... 那個他男朋友起來 就有過來扶我 就很尷尬 女生就說我要跟妳分手 然後男朋友就說 妳為什麼要這麼誇張 妳很不可理喻 妳這個很任性 還罵他 對 他說... 夏宇童對妳這麼好 妳怎麼可以這樣誤解他 就還幫我講話 他就更火大 然後結果兩個人 就不歡而散就走了 然後就留我一個人 去收拾殘局 就是跟其他朋友說 你們不要來了 取消了 幹嘛 然後他們也真的... 那這樣前一個包廂就沒了嗎 對 就沒有 很難定耶 對不對 真的蠻可惜的 帶頭後來還沒吃... 帶頭後來出道變歌手 是因為當晚練了八十首歌 這兩個人唱很多了 不是啦 所以妳說那個女生 是認真推妳 因為會把妳推倒在地是... 很用力是雙手 就是這樣把我推倒 而且我手上還帶了就是 什麼飲料啊 蛋糕啊什麼 沒有 沒有... 可是肖母帝有扭到 小妞妞 小...什麼 小妞妞... 這是小妞妞 妳要跟她分別介紹一下她們 大女哥 二母弟 三宗娘 四小弟 五小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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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手背心跟老背 沒有... 肥皂子有沒有好不甘心 拚了... 沒有啊 她的年輕人啊 對 妳會如何稱呼自己的五隻手指呢 很正常啊 大母哥 妳也叫她大母哥 妳們問她尊稱嗎 本來就大母哥喔 真的嗎 對 她也不想要當領導人啊 她也許想要當... 我以為大母哥是妳亂造的 是真的有這個稱嗎 是 她本來就是大母哥 請問是三中 三中娘 三中娘 所以她是娘嗎 對 她是娘 中子是娘是不是 對 三中娘 然後四小弟 五小妞妞 心妹妹 妳不會也會這個吧 大家都會啊 為什麼不會 我不會耶 妳也會 為什麼不會 請教一下善惡共鳴是 她把聲音弄送到上面 善惡都會啊 為什麼不會 善惡都會啊 為什麼不會 善惡都會啊 會喔 打鈴 她那有共鳴架 她那有在善惡 她那不是這樣共鳴的 妳沒有資格說別人的 不要被善惡 不要被善惡 她那是比善惡的耶 她有機會啊